司马懿有狼固之相 更有独门绝技 那就是装 装糊涂装无害 装风卖傻 装病不出山 装出来的是效果 守住的可是未来回旋的余地 安倍习惯笑脸迎人 极其能忍又极其务实 和川普拍照被挤出红毯 会谈握手又差点被捏成神仙 一路小跑只为大地能下手轻一点 不论什么场合 面带微笑 把苦水全部倒进心里 一个人能承受多大的委屈 那他就能干成多大的事 安倍是个狠角色 在韩国做总统难 在俄罗斯做人质难 在日本做首相也挺难 战后73年 日本经历了45任首相 平均任期一年半 甚至有段时间就根本记不住 是哪个倒霉蛋在主持朝政 2006到2012 6年里7个首相 2006年 当时还稍显枝气的安倍 第一次当选首相 可是一上台就遇到了麻烦事 因为被爆出日本养老金丑闻 自己的农林水产部部长引咎自杀 不久后安倍也黯然请辞 仿佛是重达千年的回眸 加温了日本首相宝座的温度 在接下来的六年中 没有一个人能做得长久 每一年换一人 一直到了2012年 安倍没开二度 再次当选首相 频繁幻象的局面才告一段落 到现在 即便是因病请辞 安倍也已经成为了日本历史上 在任时间最长的内阁总理大臣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历任首相 在任时长排名中 安倍家族三人上榜 还都挤进了前十 安倍家族 是日本政界有名的望族 祖父安倍宽 是众议员 外祖父岸信介 当过首相 岸信介的弟弟左腾荣座 也曾任职首相 父亲安倍晋太郎 做过外务大臣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成长起来的安倍 拥有了创造政坛历史的底级 2012年 再次当选后的安倍 面对日本经济 陷入长期的通缩 虽然还是数得上的发达国家 但是国家经济的成长 怎么也上不去 于是开始推行 自己的安倍经济学 目标是重振日本经济 帮助日本走出停滞不前的困境 安倍经济学 是指施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配合以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结构性改革 这项经济学的实质 就是量化宽松 试图与货币贬值 来提升日本货物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这样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带有非常鲜明的凯恩斯特色 是罗斯福新政以来 很多国家都采用过的 重振经济良药 比如次贷危机后 我国4万亿救市计划 就是类似这样内核的举措 这三项举措实行以后 带来了令安倍相当满意的结果 日元大幅贬值 股票上市 CPI升至1% 半年后日本经济的增速达到了4% 使得安倍获得了空前的民意支持 可惜后来安倍经济学 所能带给日本的远位达到预期 这些看似可喜的变化 力度是有限的 可持续性更是存疑 在外交方面 安倍也开始了全球外交的战略 被牺牲为俯瞰地球仪的外交 安倍不仅穿梭于美国 欧洲多国之间 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任期内与俄罗斯 中国 东南亚各国 沙特等国和地区 多有来往 为日本保持了广泛的外交关系 和沟通的渠道 安倍虽然曾经压保希拉里 但是当爵士黑马特朗普胜选 安倍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祝贺 刚放下电话就直奔纽约 安倍对于那时候的自己 是这样评价的 我之所以会那样做 只是因为遵循了君子报便 这位报便的君子首次访美 最大的成果 大概就是知道了川总好打高尔夫球 这些年里为了向大统领靠拢 光是球就没少陪着打 日本社会最明显的问题 其实是勺子化 纵然科技再发达 没有人也支撑不起一个国家的未来 是一个比老龄化更可怕的问题 其实全球所有的发达国家 都在面临着勺子化的问题 目前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条路 一是成为移民国家 二是鼓励生育 鼓励生育不仅见效慢 还会带来很大的财政负担 除了日本 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 都选择了移民这条道路 比如法国 高炉雄鸡已经逐渐乌鸡化 安倍说勺子化是国难 所以他开始放大招 在日本生活的所有日本人 外国人纳税人 无论收入多少 三至五岁的保育员 幼儿园 所有费用全部免费 能做的安倍都做了 其他人拉不下的脸面 他二话不说 提起裤子就迎上钱去 他对得起国民给予的信任 也许他曾经想过在今年 借用奥运会的五个环 给自己的首相生涯 画上体面的句号 可惜事与愿违 面对俄罗斯 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硬气 也能屁颠小跑的去见普京 他能够对邻国表达强硬 也能不失时机的改善中日关系 推动地区的稳定 特朗普上台后 他第一时间赶到美国 线上忠诚 哪怕是热恋贴个冷屁股 也能泰然自若 这种能屈能伸 四处打哈哈的智慧 只为其背后 国家利益能不受损害 能把日本 从一个首相走马灯的国家 变成了政治侨人 持续掌权的稳定地区 至少在这一点上 安倍时代 撑得上日本的幸运 最后 希望卸任后的安倍 早日康复 非常感谢你收看这期的原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 收藏 评论和转发 如果你可以点点关注 那将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咱们下个视频见